韓式又做拉回了上下震荡 真的是像极了爱情 来一样三步原则 不要追高 不要放空 不要空手 为什么呢 有看空的地方 来谢老师一条一条跟各位解释 我的节目里面都有 先加入我的LINE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布局下一档今年的大标股 把节目看完 你就会知道了 记得加我的LINE 全国的观众 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关键筹码 你好我是谢宜文 好的 昨天好像地震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我们家庭比较高 稍微摇了一下 好那昨天讲说 这个行情像极了爱情 那不是只有昨天 就这阵子震荡的过程当中 谢老师都这么样的去形容它 十涨十跌 大涨大跌 震荡无数 在这里震荡也正常 因为第一个也高档 第二个 你说16000点的1% 1%就好了 1%就160点了 所以你常常看到200点300点 你甚至于这几天 你还有看到500点这么正常 正常的要命 所以不要把这样的情绪放大 这里就是在震荡 这里就是在整理 就某些个股来看 你看外资也是持续在做卖超 投信有买 可是怎么样 他不会去买之前 他不会去大买之前的股票 他要买就小小的买 偷偷的买 他会去大买什么 之前没有涨过的传产 比如说昨天涨钢铁 你今天去追钢铁 你赚得到钱吗 前一阵子涨航运 你去用追的方式 你去用追高追多的方式 你去买他 你赚得到钱吗 你赚不到钱吗 所以这个行情各位 一动不如一进 要不然这怎么讲 要不然你真的要买股票 你挂滴滴的买 没有买到都没有关系 为什么一定要买到 对不对 买到是一定要赚钱吗 不一定 所以宁愿你去不买 宁愿你去挂滴 没买到就算了 对不对 还在震荡 为什么还在震荡 来看电脑 这不是讲第一天 第二天第三天 是不是 不要追高 不要放空 也不要空手 再说一次 三步政策 你不要去追高 你不能去追高 你也不要去放空 你也不要空手 不要去追高 刚才解释过了 你讨得到什么好便宜 有什么样的好标的 让你去追高 对不对 通常见报 在这个时刻见报了 这个新闻主播在播出来的股票 通常都不会是好股票 都不会是好的点 有些股票是很好 但是不会是好的点 那不要去放空 我把它缩小 你过来看 就筹码来看 这一波12,000到16,000 他中间有没有变绿棒 就筹码来看有没有变绿棒 你这里去放空他 你讨得到什么便宜 你这里去放空他 你讨得到什么便宜 你这里去放空他 有小便宜赚 但是是不是风险很大 那你这里又去放空他 我也不相信你讨得到好便宜 三月底有很多股票 都要强制做回补了 是不是 你是不是你时间就被压缩了 对不对 万一你空错股票 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 为什么 强制回补 所以依照惯例来讲 多头结构会改变之下 你现在去放空他 好像应该是讨不到什么便宜 那既然是如此 你就不要去选择去放空他 虽然有些股票回档修正 看起来好像是在怎么样 是在做头 可是各位 不要的轻易去空股票 为什么 今年2月份 包含到下个礼拜 会有陆陆续续的财报公布 以现在来看 当然像2月份过去了 虽然占比天数比较少 营收会稍微下降一点 可是各位有许多的个股都还会在创新高的阶段 所以需不需要在此时时刻去放空他 当然不要 是不是 好你就就国际面来看来镜头照我 你就国际面来看 谢老师也跟各位解释过了 美国公债殖利率的问题 公债殖利率的问题 大家会想说殖利率高 会不会买台积电的人去买他 会不会罚人去买他 各位 公债殖利率高就是因为价格下跌 他价格为什么下跌 价格为什么会下跌 大部分的人包含法人都在公债市场上 卖掉公债 所以他价格会下来 为什么要卖掉公债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你美国到现在都还是在无限QE 你在无限QE的过程当中 你举债举了这么多的过程当中 你的债券应该会值钱吗 当然不值钱 当然不能值钱 因为你无限QE 我们QE是有个限度的 比如说我们QE这一波600亿美金 800亿美金 1500亿美金 到了 我还要不要执行下一波 不执行我就说我QE到此结束 对不对 我不再印钞票 甚至于反转 我开始要发 我开始要发什么 我要把资金收回到银行里面 我要把资金收回到国库里面 甚至于对不对 我把之前印的钞票收一点回来 我不要让油脂这么多 我不要让通膨这么厉害 可是各位 你现在的公贷价格为什么会下来 为什么会下来 因为你还在无限QE 对不对 那既然是无限QE 对股票市场来讲 一定是热络的 为什么 资金就是动能 钱就是动能 钱在股票市场就是动能 你在无限QE的状况下 你美债本来就要下降 你美债下降 你利率就要上升 债券的价格跟债券的利率是反向的 一个低一个就会高 一个低一个就会高 一般没有人会去买它 所以各位 不用去担心那个美债的问题 不用去太担心那个是美债的问题 你在初期 在复苏的阶段 你金融产品本来就会出现 这样子的差异性 就好像去年利率倒挂一样 是不是 远期的利率既然低于近期的利率 对不对 我举例好了 五年的定存利率 竟然比一年的定存利率还要来得低 这个叫利率倒挂 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 这是一个市场上反转的征兆跟迹象 可是各位当时是怎么样 当时是怎么样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形 因为QE 因为无限QE 当市场上出现了某一些很重大的变异数的开始 比如说复苏 比如说衰退的开始 都会出现一些这样子的异象 重点是背后的原因你要掌握清楚 如果你只有看到那个征兆 那你很容易被假相片 所以我们从美债利率开始升高的第一天开始跟各位讲 那是一个假议题 那是一个假现象 那是一个假相的暂时性的现象 就好像我们那个小朋友假性近视 为什么 他同时看书看太近 看太久了 事实上他还没有成为真的近视 但是你的瞳孔也就是 那个距离就是在那边了 暂时被固定住了 不是瞳孔 那个叫什么 我忘记了 反正就是视网膜的焦距 那是一个假相的现象 所以你不用去太担心 他也跟各位解释过了 好 再来疫苗的问题逐渐开始在做解决 那这个放宽的解封 未来也是 我觉得也是未来会走上这一步 只是早跟晚快跟慢而已 还有我跟各位讲 利率高的问题 你说还有担心到通膨的问题 我说现在美股 昨天是美股跌 是因为说他的失业率又是去判高 各位他一定判高的 疫情没有解决 对不对 公司也没什么 在美国的很多中小企业 都还没有什么赚钱 人不出来 人不敢出来 没有倒就不错了 我没有领政府的补助金就不错了 我中小企业能够撑下去都不错了 我怎么可能还会继续应征人 我不知道疫情会到什么时候 你说失业率还是继续攀高之下 各位这好像是意料中的事吧 如果美国昨天宣布说 我们失业率减少很多 那我反正觉得不对 为什么 这个才叫天有意向 所以你说昨天晚上美股被带下来 也很正常 指数来回震荡也正常 涨高的回延修正也正常 旧技术面给各位看 这一波上来 结构没有改变之前 你去做空考不到便宜 又要来到所谓的股东会 前两个月的一个礼拜要做强制回补 无论是追高无论是做空 谢老师都跟各位想你不要这么干 你宁愿怎么做 一动不如一进 要不然就是怎么样 好的个股 颇段长的个股 怎么样 你给他低挂没有买到就算了 我举例好不好 半导体的个股谢老师还是看好 半导体产业还是看好 老师 昨天美股下跌那个原因是什么 你知不知道 台湾的半导体为什么最近跌那么惨 你知不知道 你说说看 一定有人跟我讲说老师 中芯国际好像会被拜登恢复 我不要制裁他了 对不对 有这个消息出来 昨天他稍微好像有点逆转 逆转什么 就是说好像还是美国商务部 还是没有放宽 所谓对中芯国际的设备制裁 还是很严格或者是审核的很慢 当然有没有可能政治目的或者是故意的 我不敢讲 可是各位 这个消息你要逆转 一定要经过一件事 叫做参议院或者是中医院通过 为什么 因为当时是 当时是我们的伟大的川普 川普通过 川普总统定下来的 这个是有立法明文规定 对中国的某些高科技商品 我暂时禁止进入 如果你真的 你真的要逆转这样的事情 你一定要改法令 你现在有听到中医院参议院 同意所谓拜登的 这个所谓的放风声出来的这个消息吗 阿伯妈 所以你说有没有这么快 有没有这么容易 还是一个政治性的口头实惠 口头立惠 我觉得后者居大 就是我有意想要跟你再聊一下 我先放出这个消息丰盛 让你感觉 其实我是有善意的 那麻烦请你要答应我 你之前说买我们的农产品 你要买我们的黄豆 麻烦你该买你就是要买 对不对 你没有买的话 你就失去你的承诺 那你都不客气了 你不冷 你就不要怪我不义了 我先提出了一些所谓的善意 对不对 那顺便当然也丢出一些消息 我们美国的这个什么晶片 什么晶片 太依附台湾了 给人家的感觉 给国际上的感觉 就是说我们不能被依附台湾 我们依附你才多 我们常跟你买飞机买大炮的 我都没有讲话了 你要讲什么 我们依附你才多 我还怕你不跟我买 我怕你不卖我 对不对 我能够让你 我能够跟你买飞机买大炮 我现在有多的晶片 我当然是会给你 我不会跟你说对 可是你看美国就放出一个消息 什么消息 我们太依靠台湾的晶片了 我们是不是要给中芯国际放宽一下 这个政治上蛮好玩的 外交真的是蛮好玩的 有没有这样的含义意味在 我认为有 所以各位你说中芯国际能够立马马上可以怎么样 可以让恢复所谓的制裁之前的龙井 8寸晶圆 12寸晶圆 我倒觉得时间点也不太对了 也没有这么快了 所以我看好半导理产业 你现在拉回来修正 修正就修正嘛 台积电你就给它修正了 600块以下你不买我买嘛 是不是 600块以下你不买 我觉得合理的价位 本益比包含产业前景 包含今年所公布的台积电资本支出 我都认为我都认为都还会有高价嘛 联电你不买联电是比较稍微low in 一点嘛 对不对 其实联电也根本不怕中芯国际嘛 他们还在微米 微米的东西还做乱七八糟 我们都做到奈米了 哪怕是8寸12寸稍微比较小的晶圆 我们联电都可以赢他嘛 那你说联电回档你就给他回档啊 华邦店你要给他回档就给他回档嘛 望宏你要回档就给他回档嘛 是不是 你说这些半导体你说回档修正你不敢买 我带会员买嘛 好不好 因为为什么我持续看好 衍生出来的半导体产业 比如说像我刚刚所讲的望宏 NetFlash NoFlash 包含红杰科 红杰科为什么 第三代半导体跟中买金垂直整合合作 然后要去你看今年像这个5G的产品 也需要所谓用到所谓的红杰科的PA放大器 你又看到第三代半导体 这是最新的东西 当然还没有成气候啦 当然未来你看稳帽没有做了 人家红杰科都先做了 包含你看5G里面你要扩充到所谓的WiFi6 第六代的所谓的我们家里的WiFi 连接网路的连接WiFi 你说会不会从5G市场延伸到PA放大器 手机市场又延伸到所谓的5G的基本设备 包含我刚刚所讲的WiFi 它就是5G的一个基本设备嘛 所以你趁这个时间点也整理一下你的心情啊 趁这个行情像 这个像极了爱情的时候 上下来回震荡的时候也沉淀一下你的心情啊 去买到真的是在前景长线 颇段看好的公司 而且你不用去跟人家抢 而且你可以买稍微回档一点的价格 啊还是一样老样子嘛 不要追高嘛 不要放空嘛 我不要空手嘛 拉回来有拉回来多一点我再来买 对不对 好公司我减一点进来 我减一点回来 啊怎么要快 不买到就算啊 谁告诉你现在买到就一定会赚钱 但是就某些股价来讲它的本益比是极为合理啊 对产业前景来讲它现在是极为合理啊 对不对啊 没有低价让我买卖倍嘛 为什么要天天买股票 早就跟各位讲了不要天天买股票 高档的时候有些股票该出就出 有价差可以赚 有落差可以怎么样 可以吃豆腐 啊 啊如果真的挡回了你贯点没买的人 啊你说你要低档 你有什么资格跟人家说我还要买 我还要加码 我还要布局 对不对 而何况谢老师又讲了啊 对不对 为什么叫做买不到就不要买了嘛 没有低价让我买 价格没有来到 我挂低没有来到就不要买 为什么 我现在比什么 我现在比谁犯的错少 我现在比谁犯的错少 我不是现在干嘛 我只看到什么就减一点 看到什么就买一点 哎不好的股票我才不要买 对不对 不好的股票干嘛去买它 对不对 从大方向包含政策的预测 包含 现在做空会有好处吗 好报道包含昨天美股震荡拉回修正 它的原因是失业率的问题 哇解释了这么多 我想去参加政论节目 没有啦 好那该怎么做 就怎么做 高档回档卖掉的时候 把那些股票卖掉的时候 趁着股价修正沉淀期的时候 你去好好去想想 这档元这档股票 拉回来的时候还可不可以买 它的起始原因 那个楼歪掉了没有 如果那个楼没有歪掉 那个楼是很可能 是消息面风稍微把它吹了一下 让你感觉好像摇了一下震了一下 你最主要看它的是什么 楼有没有歪掉 如果楼歪掉了呢 如果像现在一样拉回来修正了 大涨大跌了 震荡整理了 怎么办 赶快去看它的结构嘛 赶快去看房子的结构嘛 不要猜测啊 哎呀墙壁裂了是不是漏水了 然后什么什么 好像哪里有什么奇怪的声音 好像怎么样哪里很脆落 都不要好像 就去看它的结构嘛 你去看大盘的结构 你去看个股的结构 你去看里面的走势的结构 最重要的哪里追踪什么 结构里面看的是什么 结构里面看的是什么 当然是要看筹码啊 对不对 对不对 你像昨天你跑去追什么钢铁股 我倒了 昨天谢老师抗力股怎么解释 哇蜀中无大将料化当先锋 为什么会有料化 啊蜀中的大将掉到别的地方去了嘛 是不是啊电子股休息了啊 其他的那种大产业股休息了啊 啊蜀中无大将 那个谁 那个司马仪看到说 蜀军何者当先锋啊 谁当先锋啊料化 他一想到诸葛亮盈中无人了 为什么 因为人家先锋都是张飞啊 赵云啊关羽啊 对不对 结果你泡一个料化出来 啊惨嘛 你那里面没人啊 这场我们会赢了 对不对 那你去 我就说形容那个钢铁股 那个就是电党你知道吗 电党你知道吗 飞玉清没有来 飞玉清没有来 那个谁先电一下党 胡瓜没有来 那个谁先电一下党 周杰伦没有来 那个谁先电一下党 要撑时间哦 杨秀慧要撑时间哦 对不对 要撑到人家来了哦 对不对 那你可以看到你去追 你去追杨秀慧的阿斗啊 对不对 你去追白云的阿斗啊 我们不是说白云不好杨秀慧不好 人也很傻 可是就是那个形容词嘛 大哥在休息的 大姐大在休息的 他没有出事 他只是休息而已哦 大哥如果出事小弟才会补上啦 大哥还没有出事 大姐头还没有出 张小燕还没有出事 后面的后背要先电党一下 所以你看他这几天电什么 哦电什么高尔夫球啦 电什么 电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钢铁类鼓啦 钢铁钢铁还分很多咧 对不对 有条钢 有不锈钢 H钢 那个我懒得解释了啦 反正就是 稍微有一点 钢架调涨啪就上来了 你也不知道你买到是不锈钢还是H钢 还是C型钢 还是条钢你根本就不知道 对不对 还是废铁 所以有些是废铁 那不是连钢 恨铁不成钢嘛 那个所以还是铁而已 就你不要去追 你不要去乱追 我宁愿在那边 我看着你装逼嘛 我看你多强 我看你多利 我不买总可以了吧 对不对 你不要去买 要什么高尔夫球好 要跑去买高尔夫球 买真的有实质效果实质原因的股票 然后公司的营运能够继续成长 拉回来修成 你反而把把焦点 focus在那些股票上面 好吗 我说的这些都没说到股票 来来来 先讲一下Lite 好不好 加入我的Line 来各位 加入谢一文谢老师的Line 小老鼠 Hot Money 888 小老鼠 Hot Money 888 小老鼠 Hot Mone 888 可以吗 像极的爱情的盘要怎么做 交给我做吧 某一些股票不要去追高 拉回来滴滴的接就好了 该振你就给他振嘛 有什么关系 就给他振啊 对不对 有些搁空的股票你不要乱空 什么股票讲过的 南方电力 南电 804这个南电 你不要空 为什么 卷资比高达35% 大学光你不要去空 虽然他最好赚的那一段已经走了 可是现在的卷资比高达42% 都是在近期当中 要做一个所谓的强制回补 3305的 基本面不怎么样的股票 这种股票更容易搁空 说不定还到最后给你搁一段上去 越不怎么样他越这么干 为什么 我不要让那些空头的人怎么样 占我的便宜吗 我基本面不好就怎么样 我用钱把它硬拉上去就好了啊 是不是 好多好多好多这样子的股票你不要去空 都是我们之前跟各位解释过的 长华你不要去空 昨天阻力有回补了 回补3000张 我这样讲你就知道我有没有在追踪筹码了 因为我们做过嘛 记不记得 下雨天溜滑梯 真的好的基本面的股票 来来来 有没有讲过 亮晶晶 大眼晶 哪一档股票 金硕 你看到这样的走势有点迅雷不及言了 中间还包括一次洗盘 你可以看到 尖创高 我任何时刻说亮晶晶大眼晶的都赚钱 为什么要尖创高 你说他为什么 为什么突然今天会创高 当然跟营收成长有关系 那个之前我们就解释过了 他的营收好到怎么样 做隐形眼镜的 对不对 也算 算另类的光学股 应该这么讲 那为什么营收能够创新高 很正常 就是公司不断 就是跟眼睛有关系的 现在因为手机泛滥 所以大家都 大家都近视 然后你说做隐形眼镜 就是有人爱漂亮去戴隐形眼镜 对不对 那营收创新高的过程 为什么在今天反例 一样嘛很多主流电子股没有表现 就轮到他了啊 对不对就轮到他了啊 你现在反而你去追那些所谓的 你来看是不是高档啊 真的看的很难过 你看那个89 8938这高尔夫球明安嘛 高尔夫球球投 高尔夫球球距 马率很高啦 买一只干有时候 你买一只Driver 可能要1万多2万多3万多 因为我买过啦 那个高尔夫球 我觉得是不是很好的运动 为什么也不会流汗 走路会走到流汗打球不会流汗 啊当然又贵啦 所以打了一阵子下是没有打的 这个人家在这里就买了 你说你现在你要去追他 有点奇怪啦 对不对 有点奇怪啦 6576的一打一打啤酒 记不记得肩涨停板啦 肩涨停板 你可以是一样的 出现买一点之后再洗一下 结果直接锁 你看这种财报都看不出来 你这种股票看财报都看不出来啦 为什么啊赔钱吧 你怎么看得出来 对不对你怎么看得出来 等下回来 或者是先加入我的line的时候 我会跟你讲一档好股票好不好 我今天diet我会发 或者是你现在已经可能会员 已经有收到了 没关系先加入我的line好不好 小老鼠 哈喽money 888 先加入我的line 谢一文谢老师的line 直接跟我对聊 直接跟我对谈好吗 小老鼠 哈喽money 888 小老鼠 HOT MONEY 888 先让你了解 先让你知道我们即将要做的事情 我们即将要做的股票 先听我的形容 为什么要去买它 有没有符合我们节目上所讲的 好不好 趁着广告休息多程当中 先加入我们的line 我们等一下回来 拉回来修正不要怪东怪西 可以预知的事情 已经了解先做好充分准备的人 现在就是要比谁犯的错少 不要拉回来一下怪凤梨 不要拉回来一下怪昨天晚上地震 不要怪东怪西 不要一下怪拜登 都不要去怪 之前没有卖掉的人 或者是你现在手上还有部分某些分资金的人 好好跟着我下一波的布局 为什么 我讲过嘛 这种盘就是要低档布局 我不要追高 我不要放空 我不要空手 拉回来有买买到就好 低价的我买我买到就好 至于怎么样 没有买到 我就放 我就放双手 我就看着他装逼就好了啊 对不对 还有机会买 我怕什么呢 要去持续的追通筹码 好 比如说我们即将要做的股票 来来来来来 来我们进电脑 来 好 买点出现之后 过高之后 有没有拉回修正 有拉回修正 拉回修正了以后还变绿棒 好可怕 不用可怕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一种筹码的形态叫做什么 叫做洗盘 为什么洗盘呢 因为我有把它的科学数据 买进卖出的章数算得清清楚楚 有稍微回档一下 代表的是什么 我要跟着大盘机走 我还要再加码 我还要再买进 工具机的一线大厂 2020年的营收逐月创高 没有很突出 但是它的毛利率大幅提升 今年的营收一定还会持续创新高 想不想想不想知道这一档股票 来 加入谢一文谢老师的line 小老鼠 Hello Money 888 小老鼠 HOT MONEY 888 先加入谢一文谢老师的line 就对了 我们明天见 摩尔证券投顾 0800-66-8085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